有些警察這麼可怕的暴力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退縮 依然去走上前線去抗爭 不論是所謂的勇武派或者和理非 他們都在警方出過那些反對通知書的時候 都會照上街頭去抗爭 說的是維持到現在都半年了 這個是很impress到我的 另外就是很多那些街頭創意 就是會發生了 例如葵方連儂牆 元朗那些有很多很大型很漂亮的文宣 讓我看到就是 我實際上覺得香港會是一個所謂文化沙漠 就是沒有什麼創作人 一些藝術麻麻的 但是這五個月是令我很改觀的 我覺得其實香港是有很多有才能的人 但是可能始終香港本身不太鼓勵藝術創作 你見譬如很多的家長跟子女說 你應該長大去做醫生 做律師 做一些重傷或者一些高收入的工作 我認為本身藝術是被忽視了 我認為是經過這場運動 我會看到其實香港是有能力在這方面搞得很好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大奇蹟 是的 我們還未贏 你選擇一個小誓 你選擇一個小誓 你選擇一個港斗 可以說是香港人那份勇氣 互相扶持 團結令到我覺得很感動 這五個月以來 是的 至於哪裏 我覺得就是香港還是有一批很有 很有所謂人性 很有人性很有血性的一批人 他們見到 大家都是同一個民族的人 咦 竟然會被一些警察 或者甚至 即是其實 被共產黨這樣欺壓 他們會很看不過眼 是的 他們都想保護這些身邊的人 即是他們想保護一些自己所愛的人 所以會站出來 還有我覺得始終年青一輩是 即比較 比一些年長的 可能會用一些社交媒體 即接觸得多一些外國的思想 譬如自由民主這些概念 他們會知道 本身其實香港就是 被一個殺人政權去統治 那你如果你想活得有尊嚴的 而你都相信沒有人一出生要被其他人統治 那你很自然就會站出來去對抗這個極權 是的 我想是這些原因 令到 為什麼這場運動 這麼大多數都是 譬如可能是中學生 或者大學生 或者剛出去工作的人 走出來抗爭 甚至走到最前線 我想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的 以前經常覺得香港人是很自私的 即是很公理很自私 當然現在都還有 還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你很難懷疑 你七八萬人都是站在一起 其實很難的 那是這半年 我覺得 我是會找回一種 即是會見到一種從來沒有見過的 團結或者親切感 在香港人之間 即是 你說的可能你走上街頭 面對面那個是蒙了面的 你完全不認識的 你不知道他見什麼名字 但是 大家都可能會 有些說有笑的 即是可能還熟過 你以前讀開書的中學同學 有機會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 是真的很難得的 那 那 沒錯就是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 就是 大家同一個民族 他們受到 警暴 或者這個極權的摧殘 那 這種痛苦是會激發到 人民的義憤去 就在一起去團結 去對抗 是的 其實都還有的 就是 因為其實上個星期就是 區議會選舉 那 香港的所謂民主派 是有一個大勝 就是贏了很多的議席 然後就有些人就說 我們下年要反攻立法會 重奪主導權 但是 其實我是奉勸一句 就是大家 大家經常叫一句口號 叫得最響 就是光奉香港時代革命 那 但是 我就會問回 其實你喊這句口號的時候 你說要革命 那你 你革的是什麼名 就是你革命 其實就是先破後立 你是要推翻整個制度 你再建立 我 就是我 看法就是 去到今時今日 你是不應該 因為 在區議會有場大勝 你就 去把 希望寄託回到立法會 因為 立法會始終 它那個 選舉的方式 和區議會很不同 它有功能界別 而且 那個 不公義的問題 其實是比區議會嚴重的 因為 共產黨是可以很大規模地DQ民主派的參選人 而經過這次區議會選舉 相信 接下來中票 一大堆醜陋的選舉 選舉操作 相信會更加嚴重地發生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 不應該投放太多希望到立法會 是應該 在街頭抗爭 我們現在 都已經休息了差不多兩個星期了 經過POLI那一場之後 我只是希望大家 會再次 在明天開始 明天有兩個遊行 在中環和尖沙咀都有 我希望就是 各位香港的抗爭者不要放棄 要繼續走上街頭 要記得 我們有很多手足是被捕了的 甚至可能有些已經是 被人殺了 或者送上集中營 我沒有這樣的證據 但是我相信是有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些人的付出 不要再眷戀這個不公義的制度 我們需要推翻它 我們需要繼續走上街頭抗爭 這個是我對所有手足的機遇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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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